《黄金定论》 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叫做《黄金定论》 《全新节》是在《马太福音7章12节》 经常记着说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今天的信息是 耶稣帮助我们以 己所不育、密施于人的态度去待人 撒拉皱眉头 在餐厅里有些女孩指着她来笑 为什么她们要这么友善呢? 突然之间她就想起 如果是耶稣,耶稣会怎么做呢? 于是她就看着那些女孩微笑 耶稣教导我们 如果想人家怎样对我们 我们就怎样对人 有一个男孩她叫以法连 她很听耶稣话 天光之前,以法连就起了身 她今天会不会去花园拔草呢? 她的爸爸进来跟她说 我们今天去听耶稣讲道 我们今天去听耶稣讲道 以法连很开心 她听说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 美赛亚 她很想知道今天耶稣会说什么 耶稣在海边医治病人 海岸边执满人 以法连和她的家人很快就找到一个位置 他们见到有一些官长来到 官长见到那么多人就皱了 耶稣离开了海边 跟着去着山上走 人群紧贴在她身边走 来到一个很安静的草地上 耶稣坐在树旁边 他的门徒穿过人群 想走近她 所有人都很安静的坐在那里听耶稣说话 而官长们就站在一棵树的树荫下面 耶稣很平静的说话 但是所有人都可以听到 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 以法连心想 上帝的国? 什么意思? 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以法连想到这些长官 他们一定相信自己比其他人好 他就想了 上帝会不会真的关心卑微的人 在耶稣的国里 有没有地方让我和我的家人住的呢? 接着耶稣就教导了一个 关于捉人话病和论断他人的教训 耶稣说 为什么你们看到你的兄弟眼中有刺 但想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你怎么能跟你的弟兄说 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 但同时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你就是假无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以法连想到眼里有一条大梁木的样子 他就忍不住笑起上来了 每个人都在这里笑 除了那帮长官 耶稣也说到上帝的爱 然后他说 上帝国道里有一条规矩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现在以法连明白了 在耶稣的国道里面 每一个人都会公平的对其他人 他们不会互相挑剔对方的错误 相反的他们希望耶稣可以去除他们的罪 人活着是为了服侍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